别的乞丐都只会在马路上要饭 而他却整天在研究怎么送死 不是被一箭穿心 就是吃包子吃到窒息而亡 这样他就能通过重生来变得更强 成为一名爵士高手高手高高手 原来当乔木穿越到这世界时 竟发现自己是一个乞丐 并且因为饿了十天身体太弱 最后被一只路过的肥猫活活踩死 但他的命运并未因此结束 反而获得了的长生不死系统 只要死的次数越多就会越强 更逆天的是 乔木还发现死前的躯体不仅还在 想通过这个方法来赚到第一桶金 然而这些简单的死法 居然全被判定为低等的FG 能增长的气力和技能点数少得可怜 钱也没能复制出多少 最重要的是这次系统发来提醒 说七天内复活次数只剩下一次 这时他才意识到复活居然还有次数限制 也就是说如果当复活次数用完后 不小心发生意外他就会真的归席 于是乔木打算利用好剩下的复活次数 从而让自己死的价值最大化 恰巧这是一位大哥在卑微的讨债 他老母亲现在正等着这笔钱救命 可那欠钱的老赖却反将他打了一顿 之后还哼着小曲扬茶而去 然而这时乔木出现了 还称自己是帮人讨债的专业户 于是之后他来到老赖家 接着掏出一笔剑 老赖以为他是要逼自己还钱 便叫嚣着要钱没有要命一条 可怎料乔木却将剑抵住自己的咽喉 今天我不跟你要钱 不过之后我的鬼魂会找你了 说完不等老赖反应就被剑了一联系 而这次乔木的评价等级上升到了第几 时间来到七天后 老赖这几晚都做着被鬼讨债的噩梦 可今晚他的噩梦刚醒 竟发现死去的乞丐鬼魂真的来 最终乔木不复所望帮大哥要回了钱 而接下来的日子里 乔木总算找到系统的正确使用方法 于是每当有大狼要被喂咬 他都会抢过来帮别人喝掉 虽然他也因此死了一次 但也得到了大狼们的谢礼 就这样乔木靠着帮忙讨债和替人去死 不仅收获了穿越后的第一桶金 还因为复活多次身体变得越来越强 现在的他一拳打出可达五百斤距离 但同时他也发现了个新问题 靠住人为乐的评价最高也只能到第几 而且他的复活不会让自己变得年轻 这就意味着百年之后他一样会变成小老头 不过乔木也想好了新出路 因为这里是先武事件 大奸大恶之人比比皆是 如果要寻求高质量的死亡评价 那么肯定要跟那些先人舞者交手 所以他需要的就是修炼功法 有了功法不仅能让自己的寿命增长 还能靠高评价变得更强 然而正当乔木思考要去拿找功法时 家里却突然来了个蒙着眼的绝世美人 乔木一见到他的装扮 立马想起了永结插间的宁插叶 就不知美女是不是姓宁 然而美女却说自己叫乔雪 半年前和阳乔家被五级毁灭了满门 只有他一人幸免于难 当他听说这里有个讨债王室 便寻上门来希望乔木能给自己报仇 而作为交换乔雪院传授他乔家的长生权 只要将其修炼到圆满 就能达到老而不衰的境界 于是之后乔木便根据乔雪提供的线索 来到了正屠户的猪肉摊前 卫卫老板 你这肉摊上的瓜宝熟吗 穿越后他发现自己成了乞丐 不过为了能和仙女姐姐玩贴贴 他竟敢孤身干挑嗜血大屠夫 甚至还当着所有人的面 说他的猪肉抹了阿三神油 大家吃起来才会那么有劲 连放个屁都是咖喱味 败肉三十年的屠夫哪受过这样的气 举起肉刀就向乔木砍去 乔木见状也不装了 直接表明他是替乔家满门前来复仇 今日定要取正屠夫狗命 说完还打出了第八套广播体操 但怎料乔木实在太不耐看 直接一刀就被送去了西天 而正屠夫得知是乔家人来报仇后 连忙抢了辆脚踏车就跑 可他就知道的是 死掉的乔木竟然又复活了 并且这次死在正屠夫这炼家子手里 他的死亡评价直接上升到C级 是技能点提升的功法熟练的 于是他准备将剩下的二十点全部加上 可系统却提醒当前死亡评价未达标 在此之前只能被系统随机分配点数 因此乔木便把心思放在送死上 既然这次的评价能达到C级 那么何不多刷几次经验 没多久后正屠夫逃到一间破庙 打算写迷信上报五级会乔家还有活口 可还没等他放出信鸽 一个跟乔木一模一样的人竟追了过来 还说他乃乔木的哥哥乔靖 此番定要郑屠夫血债血肠 说吧运起长生拳就冲了上去 郑屠夫剑撞连忙挥刀抵挡 但乔靖硬是用一只手捏住刀锋硬抗伤害 便凭郑屠夫如何拔刀都不为所动 而他的另一只手已经发起攻击 面对这不要命的打法郑屠夫顿时慌了 不过乔靖只是比那乔木强一点 还不完全是郑屠夫的对手 于是五分钟后 郑屠夫拼着受伤成功将乔靖解决 但同时他也意识到了一点 恐怕乔家还有其他的漏网之鱼 果然郑屠夫意念刚起 又杀来了个乔靖的哥哥 而这次的对手居然已经能跟他打成平手 不过好在他最终还是赢了 蛙打 这乔家到底有几个兄弟啊 而乔木复活了四次后也发现 红一个人刷太多次奖励就会降低 虽然七天内只剩下最后一次复活 但他长生拳已经达到熟练级 完全能够打得过郑屠夫 但不计被杀等七天后再战也行 主要是他想早点完成任务找学姐贴贴 此时的郑屠夫已经是强弩之末 他应该应该没有哥哥了吧 然而郑屠夫话音刚落 乔家又来了个更强的哥哥 而这次他已经无法再战 直接被乔木一拳就送去了西天 看着郑屠夫留下的秘信 乔木已经确定他参与了乔家的灭门案 并且除了刚刚写的秘信外 还有另一封写满蝌蚪文的案行 于是他决定带回去给乔雪看看 乔木边开门边告诉乔雪自己回来 可郑玉接近的乔雪突然发现哪里不对 接着又连忙跳到一边 你是谁 你的声音根本不是乔木 原来复活了五次的乔木气血和修为暴涨 就连声音也变得成熟了 乔木见状连忙解释自己天赋异比 还有男人在变声期都会这样 于是乔雪便靠近乔木仔细闻了闻 嗯果然是那个熟悉的味道 乔木顿时露出一脸开心的表情 贴贴真的好幸福 不过乔雪还是警告着乔木别想骗自己 因为他的双眼最近在蠢蠢欲动 很可能是天眼将开的征兆 乔木听闻只觉得他在瞎扯 什么天眼我还写轮眼呢 随后乔木拿出他带回的密信 让乔雪赶紧传他长生拳的第二张 乔雪却让他不要耗高骛远 还是打熬好第一张的气血增长力气再说 乔木见状连忙露出强壮的肌肉 我感觉在练力这个阶段我已经无敌了 不信学姐你检查检查 乔雪听完让乔木将手递给自己 想摸摸他的根骨看看他是不是吹牛 然而这一摸乔雪顿时吓了一跳 怎么这么硬 你刚刚到底让我摸了什么 为了给仙女姐姐证明自己够强 她竟然拿出身体上最硬的地方 然而触碰到乔木后 姐姐却仿佛全身如遭雷击 你给我摸的硬帮帮东西 到底是什么呀 感受到姐姐可能误会 乔木连忙解释那是手臂 所以希望乔雪能传授自己长生拳后续功法 而这是乔雪才意识到 乔木不过练了一个月长生拳 就能达到如此境界 难道他真的是练武奇才吗 于是乔雪再次摸了摸确认一遍 确实很硬 不过乔雪却告诉他 虽然他现在的身体够强 但郑屠夫双拳挥出足足有几百精力 等他日后练力完成杀了郑屠夫 到时再教他长生拳后续 可怎料乔木却说那郑屠夫根本不行 自己早就把他送去了西田 还从他身上搜出了两封秘信 只不过其中一封是蝌蚪看不懂 果然话音刚落乔雪顿时吓得不轻 要知道郑屠夫可是号称金刚大八笔的存在 不过乔雪听见有蝌蚪密信 便知道那是五级会内部沟通的暗影 看来乔木是真的将他解决了 于是乔雪便如约传授了他长生拳后续恐惧 可这对于拥有系统的乔木来说 却发现练功半天还没找死复活提升的款 于是他决定还是靠挑战恶人来找死变强 接着乔木按照乔雪给的蝌蚪文字典 把那封秘信翻译了出来 没想到那里面是五级会刺杀行动的消息 而目标竟是大言皇帝 得知这消息后乔雪顿时下了一跳 据乔雪所了解 五级会的圣人号称当是第二五道至尊 因此五圣人凭借一身强悍的修为 覆灭了诸多门派将其秘籍据为己有 从而供五级会成员随意翻阅来提升实力 因此乔家才被灭了满门 却没想到大言帝国都是他们的目标 之前乔雪将长生拳传给乔木 也不过是指望着他能剪除其羽翼 好让乔雪自己亲手去杀了五圣人 而当乔木了解这一切后 便提议自己想到了个很好的计划 由他设法混入五级会内部 从而参与五级会刺杀皇帝的行动 到时再设法暴露自己的身份 这样朝廷与五级会必然不死不休 乔家大仇不就能早日得报了吗 虽然乔雪听了这个计划后非常反对 毕竟这是实死无生的办法 但能复活的乔木可没想那么多 他只知道作为刺杀皇帝而死 那样系统评价肯定会很高 到时不仅能获得系统的诸多奖励 甚至作为五级会成员 还能随意翻阅所有顶级功法 乔木告诉他这是目前能复仇的唯一办法 随后摆出个遮理遮气的表情 说为了学姐这么美的人赴死 身为大丈夫又有何惧 殊不知当乔木说完这番话后 乔雪还特地对他闻了闻 在确定了乔木没有说谎的味道 甚至更多的是激动兴奋的情绪后 他居然当场就沦陷了 难道乔木汉不为死就为了缠我的身份 于是乔雪娇羞着自己脑补了大半天 不过嘴上他也不好明说 只是问乔木既然要做这么大的牺牲 有没有什么需要自己为他做的 而乔木文言突然故作沉思 随后缓缓说还真有件事只有乔雪能做 接着乔木伸手指向了他 嘿嘿暂时保密 乔雪仿佛感受到了乔木的动作 突然下意识吞了吞口水 就不知自己心里想了 是不是和乔木说的一样